北京时间8月23日晚,亚运会继续进行,中国游泳队又迎来一位三间王,16岁的王简佳合以8分18秒,55获得贾佳达亚运会800米自由泳的冠军, 同时算上之前的1500米冠军以及与队友拿下了女子四身200自由泳接力冠军,她成为又一名亚运会用读三斤的中国泳团健将,决赛中王简佳合分在正中间的第四道,李宾杰排在第五道,小窟窝家排在第六道,出发号选手们并不急于发力, 前五十米李宾杰处在第一,王简佳合紧随其后,一百米时王简佳合抽到第一,李宾杰第二,两人几乎并下齐驱,王简佳合到七百米时领先优势达到了七秒多,李宾杰仍然排在第二,最后一百米,王简佳合已经不可阻挡,一路领流率先抵达终点,最终以8分18秒,55的成绩夺冠, 并且创造了新的亚运会记录,李宾建议8分28秒14获得亚军,日本选手小窟窝家获得几军,而在接受现场采访时,尴尬这一幕出现了,现场字幕给出的比赛结果,是8分81秒55,令人颇显尴尬,不过尴尬过后,仍然对于十六岁小将王简佳合再次为国夺冠,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, 作为一名年仅十六岁的小将,在亚运会这样的世界大赛上,没有丝毫的感谢,就连独冠之后,接受记者采访也表现很淡定,对于自己的结果或许不是很意外, 因为在今年的三月份,他在美国职业游泳,系列赛亚特兰大战就以8分18秒09获得冠军,创造今年该项目世界最好成绩,而这次虽然成绩没有三月份而好,但同样打破了亚运会的记录,成为本项赛事新的记录保持者, 而对于年纪十六岁的王简佳合已经成为了亚洲泳团的一颗星星,对于2020年日本东京奥运会, 他也将具备着更成熟的比赛经验,来冲击个人手作奥运冠军,本位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 给你评论。 感谢观看